《金星》三部曲 第一部 《我来自金星》 作者 欧米娜·欧涅克 翻译 张国怡 第六章 杜托尼亚 下集 杜托尼亚人 以及居住在金星各地村庄中的人 都会自己决定出发的时间 并且以自己的行进步调 前往瑞兹 我问瑞米和瑟姆拉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一等到他们的父母 跟亚瑞娜和奥丁会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瑞兹的方向 刚好和杜托尼亚圣殿相反 他位在我和瑞米 经常攀爬的库姆利山的另一边 我们经过了一个山洞 那是穿越山脉的一条天然通道 早在大转化时代之前 就被人们发现了 里面有地下水池和瀑布 奇形怪状的岩石 还有长相怪异的动物 整体说来这里非常安静 而且回音很大 只要我们低音或唱歌 就可以制造出最好听的声音 经由绳子所搭建的窄桥通过峡谷之后 就是一场属于我们孩子们的冒险了 一天之后 我们进入了库姆利山脉中 在我们眼前是一大片无尽的花海 充满各种类型和颜色的娇艳花朵 数千人在这里和我们会合 现在路上挤满了美丽的旅人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盛装打扮 身上背着色彩丰富的行囊 我自己穿的是一件 用白色和金色的线织成的长袍 还有一条金色的绳状腰带 接下来我们碰上的是一片浓密静意的森林 里面有来自不同星球的各种高大树木 有红山 松树 冷山 枫树 和其他许多地球上没有的树种 我们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 穿越森林的时候不要说话 也不要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噪音 只要聆听鸟儿和动物们所发出的声音 树枝在我们脚下潮湿的泥土地上 被踩断的声音 还有那种平和和安宁 那种充满了土壤和苔藓的气息 伴随着身旁散发出各种强力气味的树木和花朵 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在森林深处我们见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 有几户人家打造了占地辽阔的家园 以及豪华的花园 这是少数几个没有名字的金星村落之一 随着天色渐暗 我们决定在这个村庄留宿一晚 这里的村民对陌生人展现出一种 有任何需要尽管告诉我们的友善态度 所有人都对其他人表示出信任 并且给予了像是家人才会有的殷勤招待 天亮后 我们在出发前一起享用了早餐 尽管我们吃下肚的并不是食物 我们称它为早餐是因为 大家聚在一起有意识地吸收能量 感觉就和一起吃饭一样 大家围成圆圈闭上眼睛 我们一起深呼吸 观想着能量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涌入 这是一顿非常能激发活力的早餐 穿过森林之后则是另一群山脉 那高度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攀 为了要绕过它们 我们穿越一片沙漠 接着又碰上另一群山脉 那里矗立着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原 爬上一段陡峭的山路之后 我们来到水之平原 那是一片蓝色紫色和绿色的大理石 表面光滑平整 激进荒芜 岩石散落在四处 在这块平原的某些地方 地上看起来好像被挤压过 而另外一些地方则是非常粗糙不平 上面有着裂缝和破口 水之平原很奇怪 是因为所有东西看起来都非常干燥和干枯 但空气中却又有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潮湿感 从裂缝和破口看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有水在流动 还有些地方的地表向下陷落了好几英尺 里面则是有着小水塘 围绕着平原的崖壁上有着好几处的瀑布 平原本身就在高处 所以许多地方都有水向下流动着 这里的许多景观在地球上都会被称为是自然奇景 但金星人只将它们视为造物者的美丽作品 在那里他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壮丽 因为当一个人整天都被美丽的事物所包围 这些景色看起来就没什么大不了了 我们没将这些壮丽奇景当一回事 因为这样的风景无处不在 越过这个高原之后 景观变成了绿色山丘和绿草如荫的草原 每次当我们抵达这里时 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瑞兹所在的苍翠绿色山谷了 在远处的下方就是我们星球那个有着迷人围墙的首都了 瑞兹是个圆形的城市 简单的有一圈外形壮观的殿堂围绕 有着繁花盛放的花园 喷水池和美丽的雕像 从上方眺望整个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和廊道 仿佛形成了一个双十字 瑞兹四周围绕着塔楼 大理石打造的墙面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隐隐带着一丝淡淡的蓝 在尖塔两侧是两扇巨大的雕饰木门 拱形大门的风格和地球上壮观的大教堂非常类似 英国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大教堂 当我们一群人进城时 我们可以看见后方几座比较高的圣殿的顶端 这座城市会发射出特定的振动频率 让我们保持在一种仿佛被魔咒震住了的敬畏心情之中 不论我们之前有多常来这里 它的美依然每年都令我们赞叹不已 瑞兹跟地球上任何城市都完全不同 但却很像是你在童话故事中会读到的那种地方 这里完美地呈现了各种你所能想象得到的建筑 以一种最为和谐与平衡的方式排列着 身为金星的首都 瑞兹是个灵性城市 拥有各种专攻灵性教导以及艺术与科学的学习圣殿 不像大部分的金星都市 纯粹只作为文化与学习中心之用 瑞兹是有人居住的城市 这些人全部都是知识高深的大师 存在于地球上的宗教殿堂 只不过是更高层界中灵性城市圣殿的拙劣复制品罢了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有关于创造的真相 所有一切都只是更高生命层界中 早已存在之物的再制品 然而肉身层界中最美的建筑物 永远也无法和更高层界世界里的美丽相比 瑞兹里的每一座圣殿都独一无二 每座都有自己的个性 反映在建筑的设计上 最常被拿来使用的装饰材料 就是那些珍贵稀有的珠宝和金属 像是黄金 白银 钻石 宝石 翡翠 玉石和珍珠 这些东西被大量镶嵌在建筑物内外 窗户和大门 楼梯 天花板和地板 又或者整栋建筑物本身 就是由这些材料所建成 因为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够显化出来 地球上的宗教作家写出黄金铺成的大街 来描述他们的体验时 他们指的就是像瑞兹这样的星光层界城市 就跟在杜托尼亚一样 在打造瑞兹这个城市时 大部分最常见的基本形状都被拿来使用在建筑物上了 这里有球状 方块状 金字塔形 圆顶 柱状 三角锥状 以及更多的形状 有些建筑物的风格和地球上最美丽的建筑很类似 还有另外一些风格则是可以在其他星球上建到 但地球上没有的 这里有一座圣殿是金字塔的形状 它的外观覆满了闪亮的白银 而且体积相对的小 我没机会进去一探究竟 另外一座我有进去参观的建筑物 是一座博物馆 里面展示着来自肉身宇宙中 其他星球上的稀有海洋生物 它的外观是一个巨大的球形 散发着淡蓝色的光泽 它没有窗户也没有门 从里面看出去则是透明的 还有一间我素描下来的圣殿 它的顶上有一颗深蓝色的水晶球状物 下方有四只高耸的白银柱支撑 每一只柱子都由下向上排列了好几身窗户 整体就像是从侧面看着一片凹透镜一样 这座圣殿的美很难用你们的语言来描述 另一座我很喜欢的殿堂 看起来像是个立方体 用完全没有打磨过的紫水晶做成 边缘则镶上白银 它的桃花新木拱门是件艺术品 它的每一块镶板上都有着非常精致的木雕水果 而且色彩鲜艳 这栋建筑物里有好几扇拱形窗户 都是用有如珍珠般的紫色、黄色和白色玻璃所做成 形状也相当的抽象 在后方则是一座螺旋楼梯 通向二楼的入口 屋顶的边缘垂掉着树藤 这在瑞兹相当常见 因为大家经常都会利用平坦的屋顶来种树和当作花园 这里最主要的建筑物之一是黄金智慧圣殿 它同时存在于肉身层界中的瑞兹城 跟地球一样物理密度较高的地方 以及星光层界中的瑞兹城 它是一栋环状建筑 绝大部分由黄金和大理石所打造 底层是天蓝色的大理石 掺杂着白色与紫色的条纹 四周各处都有好几届的阶梯 通向主楼层 六根黄金支柱打造成灵性存有的模样 用它们向上伸出的手来支撑着一片平坦的大理石楼顶 这些雕像的腰围超乎寻常的纤细 而且它们描绘出了男性与女性两极之间的平衡 这里有着室内花园和水池 周围排放着舒适的长条凳 想透过文字来掌握这场研讨会的灵性体验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研讨会是场彼此分享的经历 每个人都会参与其中 有好几场演讲的主题都是灵性议题 而尽管其中有一些互相重叠了 但是内容却完全不重复 因为每一位讲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观点 研讨会中还有音乐表演和诗歌朗诵 艺术展览和戏剧表演 也有非常多舞蹈和歌曲 我们的舞蹈表演和其他的表演一样大大成功 因为我们将我们的心思绪和灵魂全部投入了其中 所有一切都以他本来如是的模样 受到欣赏和喜爱 对我而言 这场研讨会最棒的部分是其中一场演讲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不是很理解他的内容 一直到我们花时间仔细思考之后才明白 只要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世界是现在这个模样 这个疑问就会永远存在 在地球上 你们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而原子就只是能量的正极与负极互相放电所产生的东西 但究竟是什么制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又是什么让它们能够维持形体呢 答案就是意念 人可以透过思想的能力 在肉身世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人类的集体意识所创造出来的 树应该长什么样子的心灵图像会代代相传 而这些预期思想会让树保持原样不变 当人心中关于树的心灵图像改变时 树的样貌也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当一个人说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 这是因为他的思考受到了局限 所有事情都有可能 但人因为无知而划地自现 而他所处的世界也是受到局限的 因此又更进一步地限制了他的思想 也更进一步地局限了世界本身 人的世界永远无法改变 除非人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你进入或是和一位伴侣组成了一个家庭 其中比较强势的那个人 就会根据他自己想要的 创造出这个家庭的模样 所以如果这个人搞不清楚状况 你就会有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家庭 搞不清楚状况的孩子 以及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生 我们不应该责怪他人 限制了他们自己的世界 如果他们拥有经济上的保障 有调不稳的头脑和固定的生活方式 这可能只是因为 他们在前世中经历过相反的状况 因为恐惧再次发生某些类似的事情 而做出的反应 当你看清灵魂是如何透过体验 而成长的全局 就不会有任何责怪或批判了 有的只是理解 这位演讲者在演讲中提到了地球 当然还有精心过去曾有过的生活 会提起这些全都是为了要让大家记得 生活在受到限制的世界 只不过是迈出了一小步 通往无所限制的世界 以及无所限制的存在 在集会的休息时间里 我们大家会根据个人的喜好 自成小团体 这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能够读到别人在想什么 到了晚上 我们会睡在任何我们想要的地方 无论是城里的任何一座圣殿 或是城外的许多花园里 我们对研讨会本身 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全都热衷不已 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城里逛逛 大部分人 包括金星人在内也是 将生命中的美好 视为理所当然 一直到再也无法拥有的那天为止 在我最后一次看到瑞兹成之后 我很后悔 自己没有再多享受一些他的美 在当时 那只是我生活中 很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现在的我 非常非常想念那一切 想到令人难受 大师跟我们说到了 至高无上的神性 是如何平等地创造了所有的灵魂 以及人心中 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的念头 肉身层界里的人 还没有学会如何接纳其他人 并与他们一同生活 在许多星球上 人都有接纳他人的问题存在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什么是至高无上的神性 也不知道人可以活不止一次 大师解释 许多人类的磨难 都来自于大家深信 自己只能活这一次 而到了死的时候 他都会非常恐惧 接着又很快再次投胎 因此 在灵性上的增长 非常有限 要拥有金星上的我们 以及少数地球上 有幸达到的理解层次 需要花上许多事的成长 极由不去批评他人的意识程度 而是去了解并接纳 他们原本如是的模样 我们帮助了他人成长 自发性地与他人 分享我们的爱与知识 而不是把这些东西拿来 当成获得更多权利的工具 至高无上的神性 也会回报我们相同的东西 大师以回答一个问题 为他的演讲做结束 有人发问说道 为什么绝对的权利 没有侵蚀至高无上的神性 答案是 至高无上的神性 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权利 它为所有灵魂所共享 也平均地分配给了万物 我不断地思索着这些话 以及所有我想知道的事情 随着时间流逝 肉身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我们的人经常会送祝福 给肉身层界 还有地球 为了那里深重的苦难 一想到地球 就会让我们觉得难过 我还记得自己在地球上 轮回了好多事 也深深明白在金星的生活 是多么的幸福愉快 然而地球的肉身层界 对我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但当时我还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杜托尼亚之后 有天晚上在学习时间里 亚蕊娜和奥丁跟我说了 他们在研讨会时和大师的对话 我可能很快就要做出 我生命中非常重大的抉择 我有机会能离开金星 去和肉身世界中的一个家庭同住 从阿卡西档案中看得出来 我在肉身世界里 还有不少的业力需要消弭 未来我还是需要再次 回到肉身世界去生活 但是我很幸运 如果我在这一世就去肉身世界 那么我比较有机会能够克服 我所需要面对的试炼 如果我等到下次再投胎到那儿 那么我待在肉身世界的时间 可能还要再延长数千年之久 我姨父说 我们很快就会再特别到瑞兹去一趟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在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离开星光层界 直接进入肉身世界里 还有这么做是否会违反 什么灵性法则 我当然非常兴奋 因为大师平常并不会直接和个人谈话 几天后 我坐在长凳上 想起了我在瑞兹 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很熟悉 但他和我却未曾谋面 我感觉到 他并不是生活在星光层界里的人 而是从肉身层界投射过来的 他的个子很矮 是个长相很好看的年轻男子 年纪大约二十几岁 有双漂亮的蓝眼睛 我见到他好几次 还有另一个留着黑色胡子的男子 有一次他的眼神扫过我 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他的眼神却留下了许多未尽之意 而我完全不懂那是什么 我不禁怀疑自己会不会再见到他 还有为什么会遇见他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呢 我完全不知道 亚蕊娜非常慎重地告诉我 我得像个大人一般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这是最重要的 他们两人都说 我不必为了迎合别人而去做任何决定 或是去进行这趟冒险 因为就算我决定要一辈子住在家里 也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非常爱我 而且也很清楚地让我知道 做这个决定 只能是为了我自己好 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会经常有